紀州安作家私房菜之前推出了作家張拓吳的牛肉麵廣受好評 這次將有詩人古悅的私房菜接力登場 他交由廣闊的藝術家丈夫國家文藝獎得主李希奇非常喜歡宴客 女主人古悅總是在廚房忙碌烹調精彩的功夫料理 而且水準不輸外面的大飯店 這次古悅不藏私傳授獅子頭的製作技巧 他說做這道菜跟寫作一樣得用腦袋思考 詩人古悅跟藝術家丈夫李希奇爽朗好客 每逢過年總會邀請許多藝文界人士舉辦家宴 三十多年下來練就了一番好廚藝 紀州安這次推出的作家私房菜就是古悅的拿手好菜獅子頭 我覺得做獅子頭就是好像在考驗你的耐力 因為不能求快 這個過程是比較複雜比較功夫一點 就像我們寫作一樣 你不能急救張 你要思考 那我享受做菜的這個過程 就像我一首詩寫完以後 我心情的那種愉悅 肥肉瘦肉比例合一的獅子頭經過攪拌摔打裹粉 每一步驟都需要細膩的拿捏才能燒出入口即化的美味 古悅老師的家宴我吃過三次 其中有兩道菜是我吃過之後覺得非常好的 不輸給大飯店的一個就是獅子頭 另外一個是青椒香肉 古悅老師是一個非常傳統溫文的柔美的 他的詩都是以抒情為主 季州安推出這個獅子頭 其實就已經濃縮了古悅老師做菜的細膩感 還有就是做菜配菜的這些用心 你看看今天的那個小菜也都非常精彩 搭配時令選用當季的食材 古悅把寫作時的創意融入了料理 做菜在心思細密的女士人廚房裡頭 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創作 他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他桿 像我剛才講的這個他那個獅子頭 他突然間想到用那個蛤蜊 蛤蜊那個鮮度做出來的味道就不一樣 然後再講究他的色彩啊 所以這個做菜就是真的像創作一樣 把它當作一種創作 當作一種作品來看那就會很好 積累了多年家宴的豐厚實力 季州安的作家私房菜 要讓讀者在飲食間吃到作家的日常生活風情 今日は移行的家宵 我來看你 於 家宴 吃夜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